因为跟公司副总背了同款包 我被写上了年底裁员的名单 但我工资高 年限长 公司又不想支付我足额的赔偿款 于是变着法找我麻烦 想逼我自己辞职 后来 我拿到了更高更好的职位 没想到公司竟然开出三倍的高薪 请我回去 亏他们到现在才发现 近五年来 公司几乎所有赚钱的项目 都是我亲自做的底层系统构架 而且 用的还是我高中时 参加全国青少年编程大赛时 自创的一套计算机语言 我这一走 谁看得懂我的史山代吗 0015休的时候 人事部的小宁偷偷找我 他说他看到第一批的裁员名单上有我 于佳佳 我不大相信 以为他是不是看错了 这不可能吧 昨天我们部门经理还跟我谈话了 说明年想提我当组长 让我给他个面子 这次不要再拒绝了 听这话的口吻 他怎么都不至于一转头又把我给裁了吧 小宁看看周围没人 他压低声音对我说 佳佳 这是跟你们徐经理应该没关系 是陈副总亲自改了这版订稿名单 我估计是他把你加上去的 陈副总 我在心里给这人的名字和轮廓 做了个算法匹配 才对上号 就是之前从总部空降过来的那个陈 陈什么来着 我是典型的职场安人 消息比沙丁鱼罐头还要闭塞 印象中 这位陈副总年纪也不大 说话连猪炮一样特别利落 听说是两个月前来的我们分公司的 主要任务就是 裁员 我想了又想 我好像没得罪他吧 小宁说我这人就是神经太大条了 没有一定点的职场敏锐度 你记不记得 上周咱公司聚餐 你背了一个包 小宁提醒了我 但我更想不通了 几个意思 那是我姐的包 我那天出来随手拎了一下 至于是宝格丽还是监利宝 我哪知道那么清楚呢 然而小宁告诉我 我那个包是宝格丽的鲜蛋板绿舌头 跟陈副总撞包了 出去吃饭的时候 陈副总背的是跟我同款的 只是型号小一圈 他入座之后 还专门让服务生套了个防尘袋 小心翼翼的保护着 而我呢 坑吃一屁股坐过去 随手把比他那只 还要跪上大万块的包 直接放在脚底下 当时你是没看见 陈副总的脸色都变了 小宁煞有其事的说 我压了半天 不 不至于吧 那包不放地上放哪 桌上都是菜 再说了 他就因为我跟他背了同品牌 还比他跪的包 就要把我给裁了 我可是我们部门性价比 最高的员工了好吗 小宁说我还是太天真了 他说包的是只是借口 总公司的要求是压缩人力成本 陈副总就是这个 手里掌握生杀大权的先锋官 他想猜谁 全凭看得顺不顺眼 哪管你能力强不强 果不其然 下午一进办公室 我看到同事们的眼神都不太对 我问出什么事了 年纪最长的刘哥跟我说 徐经理在里面跟陈副总拜托呢 这么快 我大吃一惊 几个同事文言都围了过来 佳佳 你是听说什么了吗 我当然不会把小宁的名字供出来 于是只是简单挑了一句 我听说那个陈副总好像要采掉我 不可能 几个同事一听这话都炸了 有人说 徐经理之前已经跟大家交过底了 说这次分公司裁员 主要在销售部和行政后勤部动手 我们技术部的人他一力全保了 还有人说 就是啊 再说就算真要裁员 也不可能从佳佳下手 佳佳可是我们这里的技术大咖 正在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时候 徐经理黑着脸从里面出来了 看样子 谈得很不愉快 大家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都不说话 徐经理招招手 叫我 小鱼 你进来一下 002我跟着徐经理走进去 试探着问了一句 是不是陈副总要采我 没事的徐经理 其实我也听了些小道消息 我知道徐经理气成这样 肯定是已经想尽办法保我了 这份情我领了 徐经理叹了口气 说这陈副总实在是个奇葩 要不是看她是个女人的份上 她真想直接动手了 你知道她说什么 她说你是我们部门唯一的女程序员 近一年来的考勤记录显示 是部门里平均加班时间最短的 还说像你这样的女生 很明显技术是不过硬的 我从一所985大学计算机系毕业 入职这家腾飞网 一直就在技术研发部 做一名小小的程序员 每天上班 就是在这一亩半平方的小工位上 头发一夹 眼镜一戴 代码一敲 谁都不爱 在腾飞 我续了两次合同 加了三次工资 现在每个月到手两万二 拿比上不足的钱 干心安理得的活 我就这样待在自己的舒适区里 跟部门的各位大哥小弟们 都相处得很好 一些小事上 他们会纵容我偷偷懒 出现一些重大的技术问题 我也会帮他们扛主力分担 陈副总眼中的女程序员 只会在职场中浑水摸鱼 但他不知道的是 我小学五年级 就参加过全国青少年编程大赛 高一的时候 就有用自己开发的计算机语言 写了一整套能运行良好的程序 我是这个领域绝对的偏财 只是因为懒 才不爱去大肠卷 没事徐经理 他要财就让他才好了 反正我能拿25、6万的赔偿 也是时候告别舒适区 财源风波在我们分公司里 辽源蔓延 每天都会有同事 抱着纸箱子走出大门 脖子上再也没有那支鲜艳的公牌 但令我奇怪的是 我等了陈副总这么多天 他没找我 人事部也没找我 难不成 这个陈副总真的认真考虑了徐经理的意见 相信了我在公司里不可或缺的价值 那天我实在忍不住了 在茶水间外面找到了我的好朋友小宁 小宁 现在是什么情况 是该谈的都谈完了吗 怎么还没人找我呢 我之前就跟小宁说了 我们部门经理跟陈副总拜投的事 我也表示了自己愿意接受裁员赔偿 和平离职 但是土葬还是火葬 你得给个痛快话 眼看就要年关了 一直这么拖着 是什么意思呢 然而小宁巧声跟我说 可别提了 客服部那边出事情了 003原来有个被裁员的女同事 就在刚刚谈好条件的第二天 发现自己怀孕了 于是原本拿到手的协议还没签字 直接就给作废了 陈副总坚持手里有谈判录音 要求对方履行以谈妥的条件 并强制人事专员 到对方的公位上公开朗读裁员声明 结果那女生觉得受了羞辱 当天晚上见了红 赶紧住进医院保胎 并且要追究公司 这项极其不人道的侮辱行为 最后是总经理朱总亲自出的面 带着陈副总一起登门道歉 并同意在院赔偿金额上 多加了20万元 对方才同意签字 不追究协议 相当于20万买断了一个 三期之内的女员工的所有权益 否则之后 她的孕产价补乳期 都是成本 但这样一来 事情传开 很多原本就对裁员和补偿金额 不满意的同事纷纷跳了起来 一时间 掏空了陈副总 从总部申请到的裁员预算成本 现在钱花光了 他能怎么办 不过我听说 裁员计划的人头数可还没满 不知道他接下来得怎么跟总部解释 小宁劝我说 让我也不要主动出头 就先苟着好了 看看时间 一点半了 午休时间差不多快结束了 我在茶水间接了杯水 准备回工位 刚走到走廊拐角 我就看到了陈副总 真晦气 小宁才劝我说 不要刷存在感 没想到冤家路窄 躲都躲不掉 我没辙 但这点成年人之间的体面 还是要顾及的 于是我主动点了点头 打招呼 陈副总好 陈副总盯着我 抬起手腕 眉头微微一皱 小于 几点了 我一愣 几点 现在时间 下午1点31分 陈副总搬起一张官腔脸 小于 如果我没记错 我们规定的午休时间 是12点到1点半 这么充裕的时间 不够你接一杯水的 我顿时恍然大悟 他是在挑我的次 公司确实有明文规定 上下班时间和午休时间 但很多时候 并不一定都遵守的那么科研 说是中午1点半回工位 但也不是人人都会在12点的时候 准时冲向食堂啊 更何况 加班加点日积月累 也不是每次都会填写加班申请 但你要是非得拿这次做文章 那说别的没用 我确实撞枪口上了 不好意思陈副总 我下次注意 我认错态度良好 并立刻回到了自己的工位上 但我做梦也没想到 半小时之后 一则由人事不出具 陈副总签字的警告通知 直接发在了公司群里 技术部员工余佳佳 超出午休时间在外闲逛 违反公司手册地某某条 予以警告批评一次 那一刻 我终于明白了 这个姓陈的到底是想干什么 他不是放过我了 他只是现在没钱赔给我了 于是他把我从裁员预算里踢了出来 毕竟像我这样的薪水和年限 按照规定 至少要赔偿我小二十五万 这个价格 足够他开除五到六个后勤或客服 所以 他想逼我自己走 一一毛钱不用出的代价 这简直是恶心到家了 欺人太甚 004部门同事们都在为我鸣不平 我笑笑说 没关系 他越是这样负责手段 越是说明他的水平差不多也就这样了 我一个纯做技术的 又没有特别多需要跟人沟通合作的 只管按时上下班 按照工作流程 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我不相信还能被他捉到什么把柄 他弄不动我 就会去弄别人 到时候民怨纷纷 看谁光脚 看谁穿血 于是接下来的每天 我按时定闹钟 每天卡着九点进公司 提前一分钟 我都要充分利用在楼下的星巴克里打游戏 中午到饭点 我第一个冲出去 下班六点整我准时关电脑 一周过后 我像个滴水不漏的机甲战士 除了陈副总那恨得牙痒痒的目光 什么也穿透不进去 于是 他开始主动找我了 那天下午 他把我叫进了办公室 同事们都劝我当心点 我按下手机录音 摆了个OK的手势 这年头 跟公司领导谈话 不会开录音的人 就跟杀人作案 不知道戴手套一样蠢 小鱼 我听你们徐经理说 你算是你们部门里技术比较好的 平时的代码boke率最低 构架完成度最高 是不是 我一听这话 心里一阵MMP 这让我怎么回答 这就好比 有个人叫你过来 说 我听说你是你们学校长的最好看的 是不是 我特么说是 还是说不是 是徐经理过奖了 模板组合拳 想看它是什么反应 陈副总白白手 这样 我最近跟领导申请了一套 全新的员工考评制度 想要先找几个人做试点 比如你 小鱼 你既然是个程序员 那就应该对你日常产出的内容 进行数量和质量的评估 你说是不是 我 啊 陈副总准备怎么评估 写代码这东西 只要根据需求 在规定时间内完成 运行良好 实现功能 不就行了吗 有错误就改 有新增就加 什么叫对数量和质量评估 你管我后台怎么写的 你先别紧张 这样 你回去做一件事 你把你上一年经手的几个项目 后台代码全部拷贝出来 打印给我 陈副总的门外汉言论 简直让我目瞪狗呆 你说什么 你 你要把代码打出来 我人都傻了 我说陈副总你了解 打印代码是什么概念吗 就说 去年我们团队给中城银行 做的那套系统 相当于两个XP的载量 XP你知道吧 一个XP大约四千万行代码 给我打印出来 小鱼 不是我难为你 你们徐经理这么力保你 你得让我看看 你到底有多么强的实力 我算搞清楚一件事了 千万不要试图跟傻叉讲道理 因为他会把你的智商 拉到跟他同样的水平线 再用丰富的经验打败你 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 不陷入自证清白的陷阱 陈副总如果觉得我的能力不够 请自己想办法 去证明我能力不够 而不是让我来证明自己的能力够 而且代码是公司的无形资产 不是所有人都有权限观摩 陈副总不是技术部的相关人员 或者您可以先去总部申请一个权限 如果你觉得我是故意不配合您的工作 那你手里不是还剩几个裁员的名额吗 要不今天顺便谈谈金额 大家好聚好散 陈副总的脸色白了白 但很快就调整出一副悲天敏人的虚伪 小鱼 你是真听不出来 我在帮你吗 像你这样的资历 如果没有实际 就算被裁员 也是赔不了多少钱的 我让你去打印你的工作内容 是为了证明你的价值 帮你多申请一点 你看 于是我也打太急 谢谢陈副总的好意了 我也都说了 其实我要的也不多 差不多过度一下就行 陈副总脸色瞬间好转 小鱼 我就欣赏你这样大格局的年轻人 你想啊 你将来要去找新工作 人家肯定会做被调是不是 比起那点钱 更重要的是个人品牌 难得你这么想得开 你放心 总部那边虽然只给你批了两个月的赔偿 但我说还是给你凑个整 一口价五万块 相当于两个半月了 你看怎么样 我眨眨眼 再见 特了当老娘冤大头啊 我五年工作年限 双倍裁员补偿 加去年年终奖算月平均工资 我少说能拿25万 区区五万块想打发我 005跟陈副总谈崩了之后 我继续自己如履薄冰的小日子 只要放好心态 倒也没觉得有多累 其实也有人劝我 说这么干 耗着也没多大劲 外面给我的offer最高 都有年薪八十万的了 我的时间成本其实更可贵 但问题是 我又不是现在才能拿这么高的薪水 高薪背后是高强度的工作 和更大的责任 我特忙就想规规矩矩干点活 舒舒服服过日子 偏偏就是有那见到家的人 怎么看我都不爽 这不是钱的事 这是厌不厌得下这口气的问题 反正我现在的工作轻松胜任 又不死脑细胞 一个月工资一分不少 我为什么不能耗着 可天有不测风云 突如其来的一场变故 打破了僵局 中午吃完饭 我接到了我妈的电话 说让我下午赶紧请个假 我爸一会儿开车过来接我 我在老家的外婆突然病重 人快不行了 现在开车赶过去 兴许我们还能来得及 看到外婆最后一面 我的眼泪刷的就下来了 从小爸妈在外做生意 我和我姐都是外婆带大的 她跟我们感情最好了 后来我们都长大了 年迈的外婆住不惯程里 一直在老家小镇上 跟舅舅一家生活在一起 但每年过年 年休假 我们都会回去看望她 今年夏天 她的身体就已经不太好了 但每周我都给她打电话 说好了过年回去看她 她就像个老小孩一样 开心的数着日子 等着盼着我们回去 可没想到老人家的身子 病来如山倒 小舅舅说 上周外婆突然摔了一脚 很快就卧床不起 原以为至少能等到过年 可才几天时间就不大行了 医院里说 上了年纪最怕摔跤 卧床一般都会引起肺部感染 外婆有糖尿病和高血压 七气管治疗又痛苦 风险又大 妈妈说 舅舅的意思也是 外婆已经91岁了 如果实在不行 近人是听天命 不想让她再遭罪了 可是 我们还是希望她临走的时候 所有的亲人们都能陪在身边 我一刻不敢耽误 擦干眼泪 跑进徐经理的办公室 她二话不说 给我签了请假单 让我赶紧收拾东西走 可我意识到了另一个问题 我说 徐经理您先等一下 我上楼找总经理签一下子 根据公司规定 年假和试假的审批 三天以内 可以由直属领导签字 交接好工作后 方可离开 但我外婆现在这个情况 说实话 我不知道是需要三天还是一种 如果是三天以上 除了部门直属领导 还需要有总经理的签字 或邮件审批 这么关键的时候 我不想留把柄 于是我拿上请假单 来到楼上总经办 我们的朱总不在 可能是出差了 事实上 自从陈副总空降过来 大开杀戒后 朱总就完美隐身了 不是出差 就是去总部开会 朱总不在 陈副总代行使权利 我站在他面前 合着办公桌 都能感受到 他脸上写着得意 小样 你终于落我手里了吧 006果然不出我所料 陈副总一脸同情地 听我说明了情况 然后大手一挥 两个字 不批 小于 不是我难为你 之前你们徐经理 跟我据理力争 说你于家家 是多么多么重要 多么多么的不可或缺 你是亲耳听报的对吧 现在年关 是这么重要的时候 你突然要走一星期 万一技术上出点什么问题 怎么办 更何况 我看你之前年假 都已经请掉了 这次是申请试假 没办法 按照公司的规定 我们管理层 有权评估你的试假理由 是否合理 我觉得吧 老人家年纪大了 有个头痛脑热 都是很正常的 我简直快要气炸了肺 指甲签在手心里 不能自拔 陈副总 外婆是我最亲的人 我必须去见她最后一面 我知道我已经没有年假了 但现在情况特殊 我怎么就不能申请试假 我答应随身携带电脑 特殊情况 我可以在路上处理的 我以为人的 多少是有底线的 人的心 多少是有共情力的 陈副总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 难道她就没有父母 没有亲人吗 然而我终究还是 低估了这种人 为了自己的利益和位置 可以无耻到什么程度 小于 我很同情你 但我真的无能为力 要么 你三天内回来 不用我签字 要么 你外婆要是现在就没了 你可以请丧家 这是法规允许的 也不用我签字 当她说到我外婆 现在就没了的时候 我再也不能压制理智了 她为了对付我 为了赶走我 竟然诅诅我最亲的外婆 我抓起桌上的茶水 披头盖脸 扬在她脸上 去你妈的 姓陈的 老娘不干了 可能有人说 一杯茶水二十五万 我泼的太贵了 但我并不这样觉得 什么东西更难获得 我不肯主动离职 偏要跟这个死女人斗 也不是因为我不舍得 这笔赔偿金 而是我觉得 一个人的尊严 比起钱财更重要 我不想受窝囊气 不想心情不好 但现在 我放弃钱和立场 因为在我眼里 没有什么比外婆更重要 我们一家人赶到老家县城 当天晚上 外婆就在我们所有人的陪伴下 停止了呼吸 她攥着我的手 临走时对我说 我们男男都长这么大了 从小就聪明 外婆最亲亲 外婆投契过后 我回到公司 门槛一刷 如我所料 权限已经取消了 我回到公位上 同事们都围过来 他们说 我前脚走 陈副总后脚 就叫人事部 除了开除通知 我的电脑权限 已经上了锁 桌面上孤零零的摆着一张 纸纸板敲张的 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 其中罗列了矿工为绩 侮辱领导等数项罪名 不予赔偿 并勒令我 今天上午 将所有工作交接完成 否则公司要追究我后续责任 我笑笑说 行啊 让陈副总过来 用不用我当着他的面 把所有的代码给他打印一下 其实我也没什么可交接的 我们日常的工作流程很完善 所有的产出都在服务器上 公司拿走了我的IP和密码 我也登不上去 至于我有没有本事黑进去 那是另当别论 我才不会做这种犯法的事 给自己找不 去见外婆最后一面 我就等于决定了 今天要承担的后果 家家 多保重 徐经理过来对我说 我笑笑 没事 你们也多保重 这时候 陈副总进来了 同事们见到他 都跟见了什么恶心人的东西似的 尽数回避目光 回来了小鱼 陈副总还是那副虚伪的笑 东西都交接好了 我不卑不亢的抬起头 是 也没什么好交接的 陈副总是过来尖盘的吗 就怕你看不懂 陈副总冷笑 看不懂 咱们就弄些看得懂的 你把这些签一下 陈副总给我带了一些保密协议 说这是我的义务 员工离职后 不能在外诋毁公司名誉 不能公开泄露公司机密 更不能私下再以公司员工的名义 去接触合作方 其他的我没问题 但最后这一份 我犹豫了一下 我说 陈副总 你真的确定 不允许我再以公司名义 去接触以前的合作甲方 陈副总板着脸 当然 你人都走了 为什么还要跟合作方有联系 你不会是想把他们 挖到你的新公司去吧 小鱼 这是职场中最令人不耻的行为 我劝你年纪轻轻的 别想这些歪门邪道 我打了个OK 拿出手机 当着陈副总的面 我说 好 为了让陈副总放心 我今天就当面 把所有合作方的群都退了 行吗 徐经理和几个同事 顿时脸色一变 家家 你 但他们话只说一半 因为心里都明白 公司既然这样对我 那么谁也没有这资格 请求我未来往开一面了 从腾飞离开 部门的兄弟们 一起请我吃了个饭 大家心情都不好 一个个愁眉苦脸 我笑着说 都高兴点 远离那种人 一定程度上说 算是脱离苦海了 徐经理无奈 小鱼 其实我知道 这样闹一出下来 公司这块的主营业务 必将遥遥欲坠 但这不是我能决定的了 我能做的 也只有劝大家 各位都是上有老下有小 别像我一样冲动就行 咱还是得跟钱过的去 我希望他们每个人 在离开的时候 都能拿到应有的赔偿 这是作为朋友 最后的真诚的祝福 离开腾飞后 我不急着入职 其实我手里 已经捏了六个offer了 我想再考察观望一下 我还是更希望 能找到一个环境和谐的地方躺平 所以每天我都能接到 各种猎头和公司HR急切的问候 但我考虑清楚了没有啊 还有什么顾虑可以直说啊 条件什么的都能再谈的 但这天下午 我接到了一个最急最急的电话 给之前所有的猎头什么的都急 于佳佳 你现在入职了没有啊 你方便过来一趟吗 对方是个女人的声音 但我一时没听出来 我一听这话 新鲜了 还真不客气啊 人家猎头怎么都得叫一声 于老师或者愚工 然后小心翼翼问我一句 你现在方便吗 有没有兴趣了解下我们的机会什么的 你哪位啊 我耐着性子问了句 于佳佳 我是林老师 腾飞人事部的 007我呕了一声 想起来了 人事部的林老师 小宁的上级领导 陈副总的跟班 所有与我有关的处分通知 都是出于他手 当然我并不恨他 他也就是打工人而已 但不恨 并不表示要配合 我不冷不热的说 你找我干什么 林老师 于佳佳 你之前负责的项目出了点问题 公司现在需要你回来协助处理一下 根据我们的协议 员工离职三个月内 有义务为自己之前留下的问题 无条件写出解决 我一听他这么不客气 顿时来了脾气 我说行啊 那首先请你们证明一下 出现的问题的确是我造成的 如果证明不了 可以让你们博学多才 知人善认的陈副总 把五千万行代码打印出来 一个个比对 啪 我心情愉悦地挂断了电话 说实话 我知道会有这一天 只是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 我给小宁打电话 问他具体是什么情况 隔着手机 我都能感受到 小宁幸灾乐祸的样子 佳佳你知道吗 你走了以后 你们部门又有两个同事 被陈副总裁了 不过好像没少赔钱 陈副总转手招过来 两个物美价廉的大学生 结果这两个没经验 做事根本不靠谱 不到一星期 就把你们放在服务器上的 一部分原代码给格式化了 好几个系统都崩了 我压了一声 是第几分区的 小宁说这个 他就不清楚了 反正听说有个来了一群人 是什么银行的 行长都来了 说是三天之内不给他们解决 就要起诉赔偿 我说完了完了 中城银行的数据有几个T呢 它格调的是服务器币区的 里面不止中城银行 还有西信投资和车信网等数十家机构 从五年前 我们公司就接了他们的查询 和交易系统构建 底层逻辑全是我一手搭建的 可想而知 一天有多少交易查询量 系统每年维护运营 都要收人家的钱 都足够养活整个分公司了 现在整个瘫痪 人家不急得跳脚才怪 陈副总急得都快哭了 我同情的砸砸嘴 真是辛苦老徐大哥了 小宁 其实也还好 听说徐经理也拿了一家大厂的offer 估计也快走人了 反正 陈副总现在彻底搞不定了 连朱总都出面了 谁知道最后能怎么办 能怎么办 我心里冷笑 出问题的代码又不会放在那里 凭空就生出来正确的 他们能怎么办 当然还是要来求我呀 果不其然 在我和小宁的电话 上前没有结束的时候 陈副总的电话就打了进来 我懒洋洋的接听 直接告诉他 我现在不需要猎头 我已经有很多offer了 小鱼 是 是我呀 陈梅 我故作惊讶哀了一声 不好意思啊陈副总 我以为又是猎头骚扰电话 你找我有事 陈副总软了几分口吻 小鱼 林老师刚才跟你沟通过了吧 他可能没说明白 我们的意思是 不需要你过来花多少时间 你只要把后台服务器上 缺失的代码 按照之前的逻辑补上去 让客户的系统能够运行起来 或者 或者你人不用过来也行 直接跟客户对接一下 现在的问题 你把解决方案告诉我们也可以 我哎呀叫道 这不合适吧 陈副总之前不是已经要我签订协议了 离开腾飞以后 我不能再跟任何以前的甲方客户有来往 也不能再说自己的腾飞的人 电话那端 陈副总愣了一下 估计这一下打脸有点响 不是 小鱼咱们先不提这个好吗 这都是流程 不不不 得提 我坚持到 陈副总最讲流程了 上班迟到一分钟 流程处分 七人病重要请施加不允许 流程开除 是不是 余佳佳 陈副总终于没耐心了 你是要跟我翻旧账吗 我告诉你 现在是你做的系统出了问题 你必须回来解决 否则公司所有的损失都有你承担 我 啊 可我怎么听说 是有人新招进来两个不懂事的大学生 把我币区服务器上的原代码给格式化了呢 我说姓陈的 你别以为你在公司里要捂扬威 捂着大家的嘴巴不让说话 就真的没有人对你的所作所为不满 你有种就去起诉我余佳佳 我回去给你改一个字符 我跟你姓 啪 我将电话一扣 追去去了 然而我到底还是低估了陈副总的无耻 当天晚上 我接到小宁哭哭啼啼的电话 他说 他被开除了 陈副总说 在公司里就说我跟你关系最好 他说 让我想办法叫你回来解决问题 我不答应 他就把我开除了 小宁年纪还轻 来公司不过一年半 平时跟我关系最好 陈副总大手一挥 把他开除 一共才给赔了不到一万块 我过年回家 可怎么跟爸妈说 我这就失业了 在家 我008挂了小宁的电话 我翻出手机 玻璃痛出去 于公 我可总算等到你的电话了 猎头王姐兴奋的不行 问我是不是考虑好了 我说差不多了 你之前给我推了两家 over 我都拿了 我仔细比对了一下 两家公司各有千秋 工资待遇也都差不多 而且都希望我能尽快入职 你帮我分别去问一下 这两家 如果我下周一入职 还有个条件 谁这边的人是行政部 能再接受一个内推名罗 也就是说 允许我再带一个人进去 我就选择谁 猎头王姐想了想 什么样的人 能给我个简历吗 按常理说 这种集团大厂里 常年有招人计划 如果不是特别高薪的岗位 问题应该不大 我说可以 你等一下我给你要个简历 挺好的小姑娘 年轻能干细心 重要的是三观证 我和小宁双双接到offer的当天 我把原公司的主机 陈副总 以及林仁氏这些人的电话 统统都拉黑了 期间我也接到过几个客户的电话 问我是不是离职了 还能不能帮他们处理下 紧急技术问题 我礼貌客气地表示 第一我没有权限 第二我签过协议没有资格 第三我不想惹麻烦 毕竟在腾飞我别的没学会 背锅是餐得透透的了 愚公 哎你这怎么说离职就离职了 你是不知道 腾飞现在乱成一锅粥了 我们做甲方的何其无辜 我们现在的损失找谁赔啊 我笑着说 当然是找你们签约的一方咯 我听说陈副总手里 还有不少人才资源 或许你们再逼一逼 他一定能想出解决的办法 毕竟在他看来 我于家家这种水瓶浑水摸鱼的程序员 他随便找几个人就能替代的 有些人啊 就是不撞南墙不回头 非得把路往死里走 当时徐经理那么力挺我 坚决要将我留下 他要是能听进去一个字 也不至于弄成这样 后来我都已经让步了 他但凡不要欺人太甚 我现在也不至于见死不救 归根到底 就是一种无耻作作的傲慢 自以为自己爬到了高位上 只要做好领导的马屁精就够了 却不想想 真正能把你抬上来的人 一样能把你掀翻下去 惹谁不好 你非要惹像我这样 踏实干事的人呢 当天晚上 我正跟我姐在家追剧 听到有人敲门 猫眼里一看 我着实惊讶了一下 是我们腾飞的总经理 朱总 说实话 我心里其实是有点难受的 事情闹到现在 他总算亲自出面了 朱总带了很多年货 礼品 他说本来想给我打个电话的 后来发现 我把公司几个高管领导都拉黑了 我笑笑说 朱总 不是我不体面 主要是这段时间 实在被骚扰的受不了了 以后不会了 朱总郑重且真诚的跟我承诺 他告诉我说 陈副总已经被开除了 连带着他的小帮派 什么临人士之类的 也都一并走人了 陈副总之前造成的麻烦 让总部大发雷霆 他们不但开除了他 还把他之前的股票 集掉用于损失的赔偿 而且像整个业内都发了黑名单 估计他这次 每个三年五载缓不过来 我面无表情的听着 也不应声 这时候 朱总从他的公文包里 取出一样东西 他说 这是公司重新拟定的 一份劳动合同级补偿协议 余佳佳 之前的事 的确是公司对不住你 陈副总的事情上 我也有责任 现在我代表公司 愿意用每月六万五的月薪 将你重新聘请回来 除此之外 还会给你一定的股票和期权 之前那二十多万的裁员补偿 也一并给你申请到手 希望你不要再计较之前的事 回来重新投入工作 哦对了 徐经理那边 我也通过电话了 他说 只要你愿意回来 他才愿意回来 还有你们部门被财的 另外两个同事 我也可以叫他们回来 还有人事不晓宁 你的好朋友是不是 余佳佳 你这些年在公司兢兢业业 做了那么多赚钱的大项目 说实话 你现在这么一走 后续根本没有人能接得了手 你知道诚信银行的系统 一天搁置 就是数千万的损失 还有那几个 听到这里 我终于不再沉默了 朱总 其实我等你这些话 等了好久了 仰起头 我目光沉定的看着他 我余佳佳23岁大学毕业 腾飞是我的第一份工作 我到现在都还记得 面试最后一轮 是您亲自面敌 你问我 对这份工作怎么理解 你还记得吗 朱总愣住了 他应该不记得了 我说我那时候还小 刚刚踏入社会 我家条件不错 父母也不给我很大压力 无论做什么 都希望我开心 于是我对朱总说 我想找个能赚钱养活自己 也能开心实现自我价值的地方 朱总当时你很高兴的跟我握手 说腾飞一定能给我想要的 您说在您的目标 就是要把团队打造成家一样温暖的地方 朱总红着脸 没说话 我继续说 可能有些人觉得我过于理想主义了 工作就是工作 同事就是同事 怎么可能互相信任 互相真诚呢 但是他们忘了 其实这世上大部分的普通人 并不一定真的需要在工作中 不断突破自我的价值 卷到亲妈都不认识 也并不是所有人都想当领导 都想管别人 都想拿最高的工资 很多像我一样的打工人 我们并没有很大的志向 我们只想有个能够胜任的工作 认认真真完成自己的本职 获得基本的职业成就感和职场尊重 剩下的时间 可以做些喜欢的事 陪陪自己的家人 这就是最美好的生活状态了 这些年 在朱总的带领下 大家真的都很开心 可公司毕竟是公司 是会有高潮低谷 会有风浪起伏的 去年总部业绩不好 把目光投向最底层的打工人 我们以为 朱总会保护我们 可您确认由空降的陈副总 在这里大开杀戒 您不知道 您不知道他是个指挥纸上谈兵 手段肮脏的人吗 您不知道他做的那些事 违反人性刚常和道德吗 可您也想保自己的乌杀 也想在总部面前完美完成任务 所以您始终不出面 任由我们被欺负被压榨 如今 一场闹剧过后 陈梅出局了 朱总出面收拾烂摊子 安抚我们受伤的心灵 想要在董事会面前 重新扮演力挽狂澜的专业经理人形象 但我们 都不想再做炮灰了 我把朱总送了出去 我说我还是挺怀念 刚进公司那会儿 我一个月只有六千块钱 但每天干净十足的样子 那时候公司才三十几个人 朱总带我们去团建 还要自己掏药包天预算 给大家买酒 但后来 公司做大了 蛋糕厚了 你向上爬的时候 就势必要踩着下面人的肩膀 但你别忘了 下面的人不是因为踩不过你 而是因为他们不想争 所以故意让一条路出来 抬着你 让你踩 可当你爬到最上面 我们原以为你会丢下蛋糕上 又大又红的草莓 感谢给大家的时候 你却狠狠吐下了一口口水 那天晚上 我红了眼睛 但心里却真实的舒坦了 后来听说 腾飞的朱总也引就辞职了 以前的老员工们 也陆陆续续离开 我和小宁在新公司 过得还不错 虽然有人群的地方 哪里都会有像陈副总那样的人 但我们能做的 唯有调好心态 拒绝内耗 去享受生活中最阳光的一面